那我们开始吧 去年5月份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买的这一款群晖的DS920 NAS 从那以后 它就一直在我们的衣柜里面 一直默默不停的工作 不过最近 它开始天天跟我报警说 朋友 空间不够了 救命呢 所以用了一年半以后 这个31T的硬盘 已经用掉了27个T 已经80%以上了 大部分都用来存储 我们视频的原片了 是不是证明 我们的生产力其实还可以 所以无论如何呢 看来这四个盘位是不够了 今天我们就得跟这个硬盘升个级了 本来为了省钱 我们准备只给它增加两个硬盘 变成DS1620 Plus 就是这个 后来想了想 觉得代价两个硬盘 顶多再用个一年半左右 就又塞满了 到时候升级还得花一大笔钱 而且要看了一下 八个硬盘的DS1821 只比它贵150刀 觉得有点太实惠了 所以忍不住呢 又买了一个新的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来开箱这款 八个盘位的DS1821 Plus 然后顺便把这四个塞的 已经爬满的硬盘塞进去 然后再增加两个硬盘 给它做一个大扩容 这就是我们买的微波炉了 真的好像个微波炉啊 当当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DS1821 Plus 关于NAS的基本知识呢 我们之前做过一个视频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今天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它跟之前四盘位的DS920 有什么区别 其实整体的硬盘 它长得都差不多 前面有开关按钮 四个网络状态的指示灯 八个硬盘槽 背面 两个巨大的风扇 电源插口 四个网络接口 所以理论是在讲 能接四条网线 三个USB接口 有两个可以给它 扩容的扩展接口 不过这个我基本上用不到了 差不多 其实区别不是很大 然后我把所有的硬盘盒 都拿了出来 大家可以看看里面 其实就跟DS920一样 这里面其实有两个缓存插 缓存插 缓存插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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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准备等下把我之前买的 两个500G的缓存 换过来 然后它的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 它其实可以再借一个 万兆网的网卡 不过呢 最近我们比较穷 所以还没有买 只是以后 多么有钱了 我们可以加个万兆网卡 然后就只需要把 家里所有的东西 包括电脑 路由器 网线啊 全部换成万兆的 我们就可以享受万兆网的速度了 除了我刚刚介绍的这些呢 其他的地方呢 都跟我们之前买的 920 Plus一样 也没有什么好介绍的了 那我们现在来装硬盘吧 根据官网上的说明 转移数据 一共有三种方法 不同的场景 有最适合它的方法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 可以去看一下 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呢 既然我们只是给它扩个容 准备继续使用这四个硬盘呢 那我们就直接把硬盘 移过去就好了 这边我空了四个插槽 就是为了装这四个硬盘呢 不过装这个之前呢 我准备先把我们的缓存移过去 大家如果还记得 我们是买了两个三星MVMe的 500GB的缓存 稍微拿纸擦一下 转硬盘我觉得最需要注意的这两点 第一点就是要备份你的所有的配置 第二个呢 就是这边硬盘的顺序 必须要跟这边硬盘顺序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这边的1 必须要放到1 2 不需要放到2 以此类推 这边先拿出来了 这么多灰 还是有点灰的其实 这些都是旧的 好了 12TB 第四个 还有四个空擦槽 一二三四 到时候可以继续升级的 好了硬盘都换完了 接下来就是开机 然后重新装系统 所以我们要去楼上看看了 好了 现在我们的新NAS已经打开了 我们现在只需要在浏览器里找到的 finds.synology.com 直接就找到了 它其实挺聪明的 它能知道我现在正想把DS920转移到DS182以后 所以我们点转移 现在我们的NAS正在装了 比我想象中简单很多 不用损失什么太多文件 所以系统装完了 现在它在重启 重启时间还挺长的10分钟 哦耶 直接登录就好了 整个过程很顺滑 几乎所有的设置和文件都被原封不动的倩议了过来 不得不跟群晖点个赞 之前系统恢复了 接下来的设置就是一块一块的添加新的硬盘 插入新的硬盘以后 在系统中把这两个硬盘加入到已有的存储空间之中 Synology就会开始对新的硬盘进行初始化 这整个过程大概要持续好几天 不过这段时间NAS还是容易正常使用 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三天以后 好了 从上次插入两张新的硬盘到现在已经经过了三天多 你看我连头发都剪了 我们的NAS也最终完成了所有的数据整理 增加到了52个T 那么这一款DS920PLUS也可以安安心心的退休了 那视频最后我就来总结一下 使用了这款NAS一年半以后 我的感受和总结 第一个问题 平时我们的NAS用来做什么 最常用的应该是用来保存我们的YouTube影片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影片的时候 都需要引用以前的内容 有时候得从很多历史数据中 找到我们想要的素材 然后进行第二次加工 所以我们的习惯就是保存所有的原片素材 这样子来说存储空间大 对于我们来说很有帮助 第二点 群慧的系统支持Time Machine协议 Time Machine就是苹果电脑自带的系统备份软件 之前我和Steeley都是用的一个小小的移动硬盘 然后把它粘在桌子底下 平时没事的时候就连上去 然后进行备份 但是我们平时要经常移动电脑的话 叉叉拔拔的还挺麻烦 而且最关键的是用了两年以后 我们已经用坏了两块硬盘 所以有了NAS以后 我们再也不需要进行这么繁琐的操作 平时只要连上了家里的WiFi 系统就会自动备份到我们的NAS里面 而且如果发现空间不够了 可以随时给文件夹扩容 无论你是想要两个T 增加到四个T 都没有问题 第三点 我用的比较多 就是照片备份 其实群慧自己有管理照片的APP 它其实就跟iCloud和Google Photo一样 可以平时在后台把你的照片 视频都默默地被翻到你的NAS里面 只不过界面比较朴素 而且功能也没有那么丰富 虽然一些比较冷门 但是我用的比较多的功能有 群慧的网盘 Docker 以及管理智能家具的Home Bridge这些的功能 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 还有一个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 它跟市面上的那些公共网盘有什么区别 简单的说三点吧 第一点就是它的功能比较丰富 毕竟群慧有它自己的系统 所以就如刚刚提到的 比如Time Machine 比如Home Bridge Docker这类的功能 其他的网盘都很难以自信做的 第二点针对国内用户 NAS上面的东西是可以在互联网上自由的分享 而且不会被和谐 大家应该都懂吧 第三点其实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的网速快 毕竟NAS是用你们家的局域网 而其他网盘都是用的互联网 如果你的电脑是接着网线的话 一般家具的局域网都会比库尼网快很多吧 所以平时我们传文件备份视频 一般100多个G的文件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完成了 所以我们对这款NAS的使用体验真的还挺好的 平时也真的用的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说过任何问题 赞 好了 这次的使用体验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这部视频对你有帮助 也希望我们新家两块硬盘不要太快来被塞满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者是自己的使用体验 欢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